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绿茶哥的频道 今天这期影片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崛起斩击斧的玩法 这次的攻略会偏基础向吧 目标是让对斩击斧还不太熟悉的猎人们 快速上手这把既帅气又高伤的武器 或是帮助一些已经在玩斩斧的猎人们排坑 补充一些你可能没注意到的知识点 这期影片可能会讲得比较细 整个讲解或者叫分享吧 也会分为三个模块 分别是武器基本原理 常用连段按法 与重计交换计讲解 希望能帮助大家对斩斧有个循序渐进的理解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或者觉得我的频道氛围还不错 那就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绿茶的频道吧 我会持续更新武器攻略类的影片 主流或非主流配装也不会少 真心期待有更多猎人加入 让我们一起享受魔物 共同成长吧 好了话不多说 先来讲讲斩击斧的基本原理 斩击斧是个强调自由变形 和高输出连段的武器 和同门师兄弟顿斧一样 都有剑与斧两种形态 不同于顿斧以剑为手 以斧为弓的风格 斩斧更像是以斧为弓 以剑为猛弓 总之就是一款非常强调进攻 与华丽连招的武器 打起来行云流水 帅气非凡 既然是一款变形武器 那就必须要好好讲讲斩击斧 与变形相关的一些机制了 首先刚才也提到了 斩击斧分为两种形态 分别是斧形态与剑形态 刚接触斩斧的兄弟们 可以先简单粗暴的把斧形态 理解成机动模式 特点是打击面更广 持刀移动速度更快 且使用不受限制 而剑形态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炮台模式 特点是整体伤害高 可以派生高爆发的大招 甚至还附带永久不弹刀的效果 但是持刀移动速度较慢 且使用会受到能量槽的限制 那么什么是能量槽呢 其实就是斩位槽右边的 剑斧图标中的一部分 而这个图标还蕴藏了 很多斩斧的关键信息 其中决定了我们能否使用剑形态的 就是中间这条米色的能量槽了 斩机斧在斧形态或是飞迟刀状态下 都是会自动回复能量槽的 且斧形态的使用没有任何限制 而剑形态下能量槽不会回复 且每一次剑攻击都会不同程度的消耗能量槽 这也是所谓炮台模式的代价吧 如果能量耗光 我们就会被迫切回斧形态 其实还可以看到能量槽大约后三分之一的位置有个刻度 我习惯把它称为极格线 在剑形态使用期间 我们不需要担心能量低过极格线 只要能量不耗光 都还是可以维持在剑模式的 而如果因为频繁使用剑形态攻击 能量消耗到极格线以下的话 我们就无法自由的从斧形态切换回剑形态了 强行按ZR变形的话会自动派升装填的动作 期间是不可以取消也不可以移动的 我们会成为魔物的活靶子 所以在实战中要尽量避免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个能量槽与极格线 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自由使用拥有高爆发的剑模式 而剑斧图标的另一个关键信息 容光刃也同样重要 也就是所谓的高输出状态 我们在剑模式下的所有攻击都会为瓶子积攒能量 剑斧图标的外围也会显示青色的进度条 来表示能量积攒的程度 长时间不使用剑模式攻击 能量会逐渐消退 如果青色进度条完全包裹剑斧图标 那么图标外围就会发光 这时候就算是开好容光刃了 在容光刃状态下 我们的剑与斧攻击都会附带额外的频爆伤害 且剑模式下的大招属性解放突刺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我们一会儿还会细说 容光刃的维持是有实现的 剑模式的攻击也不再影响容光刃的维持 只跟瓶子种类或装备技能有关 如果发光部分开始频繁闪烁 就表示我们该放大招了 不不 表示容光刃就只剩最后几秒 该准备重新累积了 这边再简单提一下瓶子种类吧 也算是跟容光刃的累积效率和维持时间有关 斩基斧的瓶子一共有六种 分别是强积瓶 强属性瓶 毒瓶 麻痹瓶 碱气瓶 与灭龙瓶 累积效率我都测过了 第一梯队的是毒瓶和灭龙瓶 第二梯队是强属性瓶和碱气瓶 第三梯队是麻痹瓶 效率最低的就是强积瓶了 尤其是崛起还进一步调低了强积瓶的开刃效率 这效率有多低呢 我以键模式最常用的XA无线连来测试开刃 结果第一梯队的三种瓶都只要三轮 而强积瓶需要整整八轮 所以当年叱咤风云的强积瓶 如今沦落到几乎被遗忘 这个极低的开刃效率难辞其咎 不过累积效率越低 荣光刃的维持时间倒是越长 可惜的是这一代的维持时间整体都下调了 所以在瓶子的选择上 还是会优先考虑开刃效率 而不是维持时间 至于具体的瓶伤与种类取舍 我会放到进阶篇仔细讲解 目前只要了解开刃效率谁高谁低 毒麻减气分别对应毒 麻痹与疲劳三种异常状态 灭龙瓶简单来说就是专制弱龙怪 强属性瓶要具体看武器的属性值 和魔物的属性吸收 强积瓶就是简单粗暴的物理增伤 先知道这些就足够大家上手入门了 好了 基本原理应该是整得明明白白了吧 下面就来具体看看斩机斧的连招怎么连 动作怎么按吧 首先 斧模式的拔刀攻击 前推摇杆加X是俯横斩 持刀状态下的前推摇杆加X则是俯突进斩 翻滚或垫步后迅速按X也可以派身 这个也是斧模式下除了变形斩 唯一附带前冲位移的动作 在实战中用于小范围近身加蹭刀还是比较常用的 突进斩后接着按X可以派身俯直斩 再按X的话就是俯横斩 还要继续X的话就可以回到斧突进斩 然后无限连 这个三板斧连段在实战中不太常用 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就好 如果在俯横斩后不推摇杆X的话 可以派身斧上捞斩 这个动作也可以在持刀状态下同时按X加A使出 翻滚或垫步后迅速接A也可以派身 而斧上捞斩有个非常实用且帅气的派身 就是后推摇杆加A的斧纵斩 这个技能特别适合斧模式蹭刀后迅速脱离 在攻击的同时向后位移的距离还非常可观 可以说是斧模式中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小连段了 这也体现了斩击斧边攻击边走位的魅力 再来就是A剑重攻击的连段 崛起相较冰原算是对斧模式做了减法吧 A剑斧模式只有一个动作 就是斧辉旋 推不推左摇杆都一样 由于辉旋是可以无限连按的 所以我也喜欢叫它连环巴掌 每三一次巴掌都会固定消耗耐力 耐力不够时就无法继续使用了 在辉旋一下或两下的时候按下X可以派身斧直斩 而辉旋三下或以上的时候 X派身的就变成斧强化敲打了 这个动作的施放时机可以稍微练习一下 其实在第二下辉旋到后半段的时候 就可以输入X了 第三下辉旋会自动帮咱打出来 算是个小技巧吧 强化敲打后 我们的剑斧图标旁边会出现一个加速箭头 表示我们累积熔光刃的速度加快了 代表能量累积的青色进度条 也会随之变为橙色 这个辉旋加强化敲打的连段 也是斧模式下的定点小爆发连段了 同时还能提供非常实用的熔光刃加速buff 在实战中也算是拥有一席之地吧 只是站桩且动作较大这个问题需要留意一下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斩机斧非常实用的一个派身 垫步 垫步可以派身在几乎所有的攻击动作之后 不分模式 按法是向左右方向推动摇杆同时按B 向前后推摇杆的话则是派身翻滚 这个就不多说了 主要还是讲垫步 这个动作干净利落 并且与翻滚一样附带短暂的无敌针 同时还能快速取消一些大动作的后摇 比如刚才提到的辉旋和强化敲打 都可以一个垫步取消 大大增强了斩斧的机动性与随机应变的能力 尤其是辉旋 在动作的前中段都可以随时取消 相较前作真是灵活了很多 更不要说这个垫步还享受回避距离UP的加成 让斩斧如洛神一般 凌波微步 罗袜深沉 再来说说炮台模式的剑攻击连段 剑模式下X轻攻击和斧模式一样 也是三段无线连 尊别是剑直斩 剑右上老斩 和剑左上老斩 轻攻击的特点是能量槽消耗较少 但熔光刃累积也较慢 而A剑的重攻击则相反 虽然后能较多 但熔光刃的累积效率更高 这就让重攻击的出场频率高了很多 派深其实很简单 单按A就两个动作 第一段是剑二连斩 第二段是剑飞天连击 尤其是二连斩在实战中经常用到 我比较推荐的开刃连段 就是XA直斩二连斩无线连 另外A剑重攻击还有一个剑三连斩 可以派深在轻攻击连段的左上老斩之后 总之剑模式下普攻连段的选择非常自由 只要注意飞天连击之后不要再按A了 会断连招 按X的话就没问题了 其他情况下连招基本不会断 大家怎么帅怎么来就好 那很多兄弟最关心的大招该怎么按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剑模式下同时按X加A 就可以使出属性解放突刺 在突刺出手后 我们再接着按X 就可以一直噼里啪啦 直到最后一下蹦 属性解放终结 我就叫他斩斧的大姐吧 如果想要提前引爆呢 我们只要在噼里啪啦的过程中 后拉摇杆加X 就可以使出简易属性解放终结了 我暂且就叫他小姐吧 伤害会低于大姐 但是动作的流程会缩短 相对也就更加灵活 而所有的属解终结后 都会强制切换回复形态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Demo版中的小姐引爆特别快 几乎可以在突刺之后瞬间引爆 当时就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而现在不行了 哪怕我们突刺之后 就拼命后拉摇杆加X 游戏也会强制噼里啪啦一会儿再引爆 在我看来算是一个良性的改动吧 让大招有个大招的样子 这么高的爆发总要有点代价嘛 那其实属性解放还有一个代价 就是大幅消耗剑能量槽 这点在实战中也很关键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在荣光刃状态下 我们的属性解放突刺命中的话 就会跟魔物来个零距离接触 也就是所谓的上车数解啦 按法是一模一样的 持续X就可以大解引爆 如果要提前引爆的话 比在地上还要简单 停手就好 不要把X按到底就行 毕竟上车虽然爽 但风险也不低啊 该提前下车咱就下车 有时候犹豫就会败北 另外我们在上车数解的时候 会获得霸体效果 不怕吼不怕撞 只要我们的血条够长 心够大 就可以一路忙到底 不过这也是滴滴猫车 最赚钱的动作之一啊 解决了很多猫车司机的就业问题 总之 属性解放作为一个超高爆发的大招 实战中的使用推荐度还是很高的 只是需要大家把握时机 最好在魔物有大硬直 或是被控制的时候使用 这样就能兼顾高爆发与安全性了 另外一个小技巧就是 在剑模式A剑重攻击后 JXA的话 初次动作的前摇会缩短 像剑二连击 飞天连击 还有剑三连击都有这个效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实战中经常会看到 在剑二连击之后接熟解 不过这也不是个固定的连招方案 具体还要看输出空档的大小 OK 再来就是斩斧的重中之重了 也是崛起斩击斧的核心招式 它就是变形斩 这短短三个字 却蕴藏着很丰富的知识量 不过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你们的魔物助教绿茶又上线了 保证大家全方位 无痛一次性搞懂所有变形斩 首先持刀状态下按ZR就可以使出变形 但这个不附带攻击动作 单纯就是剑与斧的切换 在实战中也极少用到 这边就不多说了 收刀状态按ZR 也可以直接剑模式拔刀 同样不常用 不过推动左摇杆加ZR的动作就常见多了 收刀状态下前推摇杆加ZR 可以直接剑模式拔刀指斩 再按A的话可以派身剑二连击 然后再按X回到指斩 以此循环 这一套在实战中非常实用 再来就是持刀状态下前推摇杆加ZR 不论是剑变斧的剑变形斩 还是斧变剑的斧变形斩 都是这个按法 且都附带突进位移 这可以说是 即刚才介绍的斧纵斩之后 又一个体现斩击斧边打边位移的神迹了 尤其是剑变斧的剑变形斩 刚才又提到 斧模式的持刀移动速度更快 更适合用来激动 所以很多实战中需要快速调整站位的情况 都可以一个ZR 剑变形斩 然后接着剑变形斩 迟到位移 找准时机之后 可以再一个ZR 剑变形斩突进 开始剑模式攻击 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练习 在实战中非常实用 再有就是变形斩是可以无限连的 无限按ZR就好 推动摇杆的话 会在剑变形斩的时候向前位移 不过既然都无限连了 通常的使用场景还是以战装为主 我们不推动摇杆无限ZR的话 就不会有大范围的位移了 这在当前高速变形的加持下 是个非常吃香的连段 高速变形 我也有在斩机斩的配装影片讲过 能加快变形斩的速度 且能为变形斩增伤 算是为斩机斩量身定制的一个技能吧 再有一个是以往常见的 斧变形斩连段 在斧模式按A挥旋后 接ZR可以使出斧横扫斩 也就是所谓斧大回旋 接着再按ZR的话 就可以使出斧变形斩切到剑模式了 虽然大回旋的攻击频率和动作值都还不错 只可惜无法享受高速变形的加成 所以在当前显得有些拖沓 实战中的优先级也就不高了 还有一个相当帅气的变形斩 叫斧变形二连上捞斩 这个动作伤害不足也相当帅气 按A还可以接剑三连斩 一套下来犹如砍瓜切菜 爽到飞起 只是派生相对麻烦一些 斧直斩后按ZR可以派生 强化敲打后也可以派生 所以在某有大硬直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来一套 斧模式A键三巴掌 JX强化敲打 在ZR变形二连上捞斩 最后A键键三连击 这一套下来伤害也爆炸 加速开刃的buff也有了 总体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说完斧变剑其实剑变斧的玄机也不少 X轻攻击之后接ZR都是正常的剑变形斩 这个没什么好多说的 关键是这个A键重攻击之后的变形斩 都会变成剑变形二连斩 这个动作的性价比非常高 且享受高速变形的加成 所以这一套连段我也非常推荐 就是先键模式A键二连斩起手 然后ZR变形二连斩 再接ZR辅变形斩 最后再回到A键的键二连斩 这一套下来既充分发挥了高速变形加变形斩的优势 又能兼顾到高效率累积熔光刃 是我个人非常爱用的连段 另外不论轻重攻击 都可以在键模式动作包括辅变形斩之后 向后拉摇杆加ZR使出剑变形纵斩 这个攻击动作还附带一个向后的位移 与刚才介绍过的辅模式纵斩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使用场景也差不多 非常适合用来调整站位 后续比较常用的派身是前推摇杆加ZR 使出辅变形斩 因为可以在短暂脱离之后迅速近身追刀嘛 只是辅变形斩的前进距离 小于变形纵斩的后退距离 不过也正是得益于这个特性 让我们可以在保持连招不断的前提下 用这个连段向后调整站位 从而优化我们的打点 创造一个更好的输出环境 OK 按法与常用连招都讲完了 最后再来梳理一下交换剂和虫剂 先说说虫剂吧 无法交换的是二号虫剂斩击蓄力 持刀状态下按ZR加A可以使出 消耗一个降虫 这个技能施放前段有一个短暂的无敌针 体感是略高于无回滚 释放过程中还会附带一段不错的位移 成功发动后会强制切换到辅模式 并且能回复一段剑能量槽 同时还会获得一个短时间不消耗剑能量的buff 标志是能量槽会变成闪烁的绿光 斩击蓄力释放完成后 还可以按ZR接辅变形斩 切到剑模式继续输出 要注意这是可以推摇杆 360度调整方向的哟 这个技能在实战中相当常用 可以在关键时刻躲招 还可以迅速补充剑能量 尤其是属性解放的能量消耗很多嘛 所以经常会配合斩击蓄力来使用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可交换虫剂 第一个是金刚连斧 在持刀状态下按ZR加X可以使出 消耗一个降虫 效果是长位移加前段霸体加连挡 同样也是强制切到副形态 这个技能的位移能力惊人 打击面也不错 位移期间也可以推动摇杆调整方向 前段的霸体也非常适合用来开怪夺吼啥的 技能结束时可以按X派身副很窄 也可以按ZR派身副变形窄 都附带小段位移 并且能360度调整方向 还是非常灵活非常好用的 再有就是交换虫剂飞翔龙剑 在持刀状态下按ZR加X可以使出 消耗一个降虫 这个技能就相对复杂一些了 首先尽量不要在能量槽低于 及格线的时候使用 不然就会变成飞翔龙副 会以副形态滞空 空中按下X也只能派身副跳跃斩 性价比不高 真正厉害的是要在能量槽健康时发动 我们会自动切到剑形态 边攻击边起跳 在滞空过程中 我们可以按X使出一个对地突进斩 并且可以推动摇杆 任意改变对地突进的方向 戳中魔物的话 不仅有一段突刺的伤害 还会留下一个岩石爆炸的瓶子 对魔物造成第二段伤害 且都附带操龙值 这也算是斩机斧操龙效率最高的重击了吧 斩斧的操龙效率是真地可怜 再有就是飞翔龙剑落地后 我们可以按X派身剑直斩 也可以按ZR派身剑变形斩 变成辅模式 和刚才两个重击一样 都可以360度无死角派身 要注意这个ZR变形斩的派身 是附带位移的那种 用好了真的是又灵活又帅气 并且很关键的一点是 如果我们装备了高速变形 且在岩石瓶子出伤害前 使用了ZR的变形斩 不管变形斩是否有击打到魔物 这个频爆伤害都会增加 所以飞翔龙剑以ZR收尾的性价比 还是非常高的 另外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在上车数解之后 我们不是会有一小段滞空时间吗 这时候可以迅速按下ZL加X 来一发飞翔龙剑 并且此时的龙剑无视能量槽 不用怕数解后能量不够的问题 一整套下来伤害爆炸 还顺便累积了超龙值 想要在耍帅的同时打出高伤 这个技巧也是必不可少 OK从技就先讲这么多 交换动作的话还有两组 第一个是交换了斧突进斩 变成斧突进直斩 这个动作其实蛮好理解了 就是把一个干净利落 却不太高伤的动作 换成了一个打起来较慢 伤害高一些的动作 不同的是 后面按ZR是派身斧 变形二连上捞斩 其实也是继承了斧模式的逻辑 直斩和强化敲打 这两个敲脑壳的动作 也是派身二连上捞斩了 最后一组交换技就比较关键了 是将大招属性解放终结 替换成压缩属性解放终结 按法是一模一样 就是键模式下X加A 然后接着按X 不同的是X只要按一下了 整体看来算是个简化版的俗解吧 没有提前引爆 也没有走地上车之类的区别 是否有熔光刃 对动作没有任何影响 甚至都不影响打出来的伤害 所以这个压缩属解 反而是在没有熔光刃的时候放比较赚 还能快速累积熔光刃 开刃之后用 不仅没有增伤 还占用了熔光刃的持续时间 相对就比较亏了 而这个动作的优势 不光是按起来简单 还有就是 这个大回旋动作的前段 是霸体的 实战中善用的话 会非常帅气 不过压缩属解的整体伤害 还是略低于正常属解的 并且爆裂的两段伤害 不一定都能打到魔物 一般需要贴身放才能权重 所以虽然帅气不减 但伤害还是略输一筹的 那么斩斧的交换剂 整体还是相当全面了 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 只有不同的使用场景下的取舍 目前我还是推荐大家都尝试看看 具体的取舍方案 我会在日后的进阶篇讲解 总而言之 斩机斧算是一个动作流畅 伤害不俗 同时还兼顾高爆发的武器 在有响从的情况下 机动性也是非常高了 唯一不足的就是 动作前后摇普遍较大 偶尔还是会给人一种笨重感吧 不过只要勤加练习的话 这把武器就会变得越来越轻便 越来越顺手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也欢迎各位补充指振 咱们多多交流 共同成长 我是绿茶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